講話的口氣跟國台辦跟中國的口氣跟邏輯好像 很務實的來看待怎麼防衛台灣 不要再用話術來欺騙所有的國人 我們絕不用話術欺騙國人 怎麼樣的法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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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講的軍事 這個還是最是貼的 我們存在講軍事 我們委員報告沒有話術 你在掌敵人志氣 簡直就是掌敵人志氣 我要保護台灣 告訴台灣人 如何保衛 我要你講的是如何保衛 人家傲然老婆婆拿著木槍 都還在訓練 你講到什麼 你也可以拿手把 我要講 院長 我們今天問的是 兩千三百萬人 院長 你為什麼要保衛台灣 我們問兩千萬武器 不為台灣講話 千萬都為台灣講話 最可恥 今天所有台灣人 都要保護台灣 為中國講話 你講情可恥 怎麼保護台灣 你這種投降主義 最可恥 我們大家理性討論 你們的基本黨綱在這裡 你們的基本黨綱在這裡 你們的基本黨綱 可恥 你們手的實際有什麼不一樣 可恥 你才可恥 我告訴你 我們今天為這個土地 台灣不管被誰打 兩千三百萬人都會團結 我們在這裡有一個保衛 怎麼要保衛台灣 你這種外中國宣傳 講清楚 好來 烏克蘭今天問你要什麼 講清楚 烏克蘭 你今天完全不想 不想保衛台灣 好啦 你這樣投降主義 誰是可以投降 我要你投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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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投降主義 你這樣才像投降 你這樣投降主義 你這樣投降主義 我告訴你啦 最可恥 我跟你講 好這個國會電堂 國會電堂的宣傳像 像你這個樣子 大家理性討論 只是問你 要如何才會 像你這樣 你講不出來 你講不出來 惱羞成怒 今天本席要有國務部長上來 就是要這樣 知道你兩個的講 你早就被我用書拿走了 知道你有這種態度 所以才請部長來 講話的口氣啊 跟國台辦 跟中國的口氣 跟邏輯好像喔 我們看一下 這個國民黨 被你這種加入回來以後啊 你主流民意越來越遠啦 選擇侵略者 對受愛者恐嚇 你們兩個的時間 都被他佔用吃掉了 你民意越來越遠啦 所有的不想院長齁 我們真的很悲哀齁 李主流民意越來越遠啦 你今天齁 沒有務實地去回答 怎麼樣守護這塊土地 我絕不投降 我還在挑弄 我捍衛員之間 今天大家都在愛這塊土地 對於衛中部宣傳的人 深感不齒 我們深感不齒這樣的一個院長 還學我講啦 在這裡挑弄 嘴炮 掃把 詐騙 來對台灣的防衛 烏克蘭的老奶奶 今天這一整天 老爺爺也看到了 我們對抗 清聖院所說 防衛台灣的準備 就是做這樣的準備 就是做這樣的準備 我們才懂啦 為什麼領人民薪水啊 謝謝院長 講投降主義 謝謝院長 很可恥 你如果投降 我會第一個槍斃你 不准投降 你是要為中國執行是吧 謝謝院長